好了,亲爱的同学们 刚才经过了我们的讲解 我觉得大家对我们的这个路程差的寻找 是不是还是有一定的困难 没关系 老师教大家一个办法 你看你这么想 假如说两个人同时同地从同一个地方出发 我们要想追上人家 你就得比人家多好一圈 是才能追上他 这样的话 每追一次路程差都是一圈 这个没问题吧 那关键有问题的时候 两人在不同的地方的时候 尤其是跑圈问题 我教你一个办法 看这儿啊 假如说现在有个圆圈 我们的小蚁在这儿 小甲在这儿 那么这时候如果是往这儿跑 小甲去追小蚁 现在要想追上他 大部分东西都能看出来 路程差是谁 是不是应该是这个四分之一这个忽常啊 对吧 那是如果说小甲跟小蚁走反了呢 他往这儿跑 他要往这儿跑呢 我教你一个办法 就是当他们刚要开始跑 你让蚁别动 你让甲敲摸的 自己跑过去 你看甲跑多远 路程差就是多远 你看如果他俩不动的话 甲要想追上蚁 是不是就相当于敲摸的走了 四分之三个远 这个四分之三远呢 就是他的路程差 明白了吧 基本上应该明白了 好了 我们不说那么多了啊 我们回顾头来看一看他们的立体第四题 下图是边长100米的正方形围栏 香蕉和土豆分别从AB两点同时出发 土豆的速度是每分钟40米 香蕉的速度是每分钟60米 香蕉追土豆 不用你说 我也知道 肯定是快的追慢的 第一次追上需要多长时间 第二次追上又需要多长时间 两个时间 追击问题 那追击问题 讨论什么来着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路程差 咱们先把香蕉和土豆画上 分别从AB 那说明香蕉在这 土豆在这 是这样的吧 OK 那香蕉跟土豆是不是搞清楚了 香蕉跟土豆搞清楚了 那么接下来需要搞清楚的就是三个字 路程差 来告诉老师 就这幅图而言 第一次追击的时候 路程差应该是多少米 哦 这个也有选错的 这个选错了 就应该打屁屁了 应该是多少米 200米吗 就算你不会 老师不刚才教过你吗 谁追啊 A追 香蕉追 你让土豆先别动 香蕉自己敲门的爬过去 你看香蕉爬多远 两个边长 200米啊 一旦有了路程差了 要想求时间 路程差出于速度差 60减40应该是20米 对吧 出完了之后应该是 200出于20 是不是等于10分钟啊 对吧 你看 第一次的咱们就求完了 接下来求第二次 来想这么一个事情啊 当他俩追上了 现在过了10分钟 这俩人是不是已经追上了 也就是说如果是土豆 现在跑在这 那我们的香蕉 是不是应该也跑在这 是吧 那第二次追是怎么追的 我不讨论怎么追的 我就讨论第二次追的路程差是多少 路程差应该是多少 这回是不是就相当于咱们典型的 同时同地出发 你要想追上人家 是不是就得跑 多跑一圈 所以路程差是不是应该是400米啊 有了路程差了 要想求时间 路程差除以速度差 400除以20 还等于20 那也就是说 这回是不是又得需要20分钟的时间 答案出来了 又需要20分钟 对吧 好了 同学们 那老师再问大家 如果是第三次追上呢 还需要多长时间 一旦他俩人预想 你追一次是不是就得多跑一圈 追一次多跑一圈 路程差不变 那你的时间是不是肯定也不变 还是 二十分钟 听明白了吗 好了 记住我们的关键 寻找路程差 立体第四题 咱们就到这吧